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因为礼教太多 什么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 男尊女卑 对刚常伦理很在乎 最大的特点 是讲究秩序不能乱来 但事实上 在封建社会里 男人的性意识 性行为性取向 并不那么封建的 特别是在宫廷中 性意识是最为开放自由的 唯世界所罕见 如皇帝的后宫家里三千 同性恋的流行 帝后争取小白脸 等等 就足可以说明 这种开放和自由的程度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中国封建史上 大概出过408位大小帝王 至少有三分之二 都是荒淫之君 皇帝们不止性行为有问题 其性取向也多有怪癖 没人伦 无德无品 毫无君王之尊 而且这种荒淫无度的现象 会影响后代整个皇室家族 甚至连续几代皇帝 都是荒淫的暴君 那么 在中国的古代封建社会 都有哪些淫乱的皇族呢 两近南北朝 作为中国史上荒淫残暴帝王扎堆出场的时期 流宋政权就属于其中的佼佼者 流宋政权统治江南达60余年 共经历九位皇帝 除末代小皇帝刘准外 几乎都流淌着嗜血和好色的基因 比如刘宋第五任皇帝刘骏 当皇帝时 因纵欲荒淫导致名声极差 民间甚至流传着 他与生母陆太后 于及叔父刘亦轩诸女乱文的传闻 刘骏最终因纵欲过度而死 年仅34岁 留给儿子的礼物 出了一座至高无上的皇位 还有自己的好色原则 刘家兔子专吃窝边草 作为刘宋第六任皇帝刘子叶 此人一上台便大臣云威 将老爹的优良家风发挥到极致 他首先选中的目标 便是自己的亲姐姐 山鹰公主 刘子叶纯言 亲姐的美貌 完全不顾伦理道德 要求公主陪寝 之后更是看上自己的姑妈 新菜公主 也是强行将其占为己有 刘子叶不仅极度荒淫 而且还狂妄至极 嗜血如命 对各位叔父百般凌辱 任意杀戮 甚至要湘东王刘宇吃猪食 并以此欢笑取乐 刘宋朝廷被他搞得乌气八糟 心会不堪 仍无可省的宗室亲王们 决定出手慌救 最终决定推翻刘子叶 刘宇指使亲信趁他在游玩时 密谋将其杀死 事成后 刘宇成为刘宋的第七任皇帝 虽然刘宇不像刘子叶那么淫乱 却是个奢侈残暴的君主 刘宇生活极其奢靡 需要一件物品 往往要制造九十件备用 真玉 玉字 富有各三十件 由于害怕朱棣夺取太子刘宇的皇帝 便将立过功的弟弟们全部屠杀殆尽 但对于支持自己党羽的贪污腐败 却不管不问 之后刘宇病死 刘宋第八位皇帝刘宇即位 此人可以说是第六任皇帝刘子叶的化身 继任时年仅十岁 然而这个皇帝有一个特别的爱好 就是喜欢人体解剖 他喜欢带着一大帮奴才跑到大街上 不管逮住谁 就拿出准备好的锯子 钳子 扫子整工具 把人海塘破肚 刘宇成出目归 随心者各持长矛和大棒 路上凡遇见男女行人 及犬马牛驴 立即杀死 致使百姓惊恐万分 日复一日 都没人敢上街了 诺大的金城一片死寂 像一座空城 而且他做这件事很上瘾 一天不完就浑身难受 摊上如此残暴的皇帝 手下自然会想方设法发动政变 有一天 趁刘宇喝得鸣鼎大醉 被收买的仆人趁夜将其砍死 刘宇死时 年仅15岁 而刘宋最后一任皇帝 完全就是个傀儡 之后被全臣所杀 刘宋这个由众多精神病人控制的朝代 就此被抛入历史的垃圾堆 一王多荒淫 即便是明朝皇帝也不例外 大明虽然作为中国一个灿烂的时期 但大明璀璨 不意味着老朱家就没问题 残暴的性格早在明太祖朱元璋任职时期 却有所表现 朱元璋大肆屠杀开国功臣 王室的权力 怨然达到顶峰 虽然之后的朱弟 朱高赤等人 相比朱元璋要仁慈得多 但到了朱家后辈 尤其是到了明武宗朱后赵身上 朱家刻在骨子里的残暴被展现的淋漓尽致 朱后赵两岁时便被立为皇太子 即万千宠爱于一身 这位之后朱后赵淋乱残暴的性格 埋下祸根 朱后赵十五岁时 明孝宗去世 朱后赵继位 继位后 朱后赵不仅没有收敛自己 形势反而愈发荒谬 无所顾忌 他在宫中建造街市 并令太监和侍女扮成百姓 自己则整日在里面游玩 物理朝政 随着年龄增长 朱后赵的形势愈发荒饮 他命令手下修建豹房 并在里面藏有许多岳户和美女 供自己纵情深色 除了在宫内花天酒地 朱后赵还喜欢换妻 和大臣的妻子通奸 不止如此 他还喜欢嫖娼 在外寻花问流 觉得嫖娼不过瘾 又想去挑战自己 所谓的挑战 就是把眼神普通老百姓 不用身份去外面勾引女人 虽然朱后赵残暴不堪 但他也是个精于政治的人 算是一个功过参半的皇帝 但他的后代 万历皇帝朱义军 论能力比不上先祖 但论荒淫无度 恐怕明朝皇帝无人其籍 少年时代的朱义军 在大臣的管教下 德行品行还算不错 但随着忠诚的相继离去 无人管教的万历皇帝 慢慢开始无法无天 他在后宫藏了很多美女 再加上皇后和其他兵妃 这些女人的纸粉费 一年足足就高达120万两白银 除此之外 万历几十年不上朝 在后宫天天与美女享乐 有一次万历让两个宫女唱曲 两个宫女唱得不合调 她就要斩首 万历皇帝除了喝酒迎乐 还有另外一个爱好 就是吸食鸦片 这玩意儿一吸 就会癫狂兴奋 然后助长了万历的淫欲 也是从万历这里开始 大明开始明显走向下坡路 当然万历也不是大明最好色的皇帝 明是宗家境地 喜欢黄老之术 因此也禁言 房中之术 她还喜欢服用丹药和春药 她的宫女 当时被她逼得造反 要勒死她 史称人淫宫变 万历皇帝的儿子 昌太帝朱长骆 号称一月天子 也是因为 纵欲过渡而亡 中国古代有神经病特质的皇帝不少 南北朝时期更是一抓一大把 而接下来这位北齐皇帝的荒淫程度 刘宋的历代昏君跟他相比 都稍显逊色 北齐文宣帝高阳 从小沉默寡言不苟言笑 倒不是一副沉稳的样子 而是给人一种痴呆感 而且她相貌极其丑陋 有多丑呢 据史书记载 她皮肤有黑 高大的颧骨 尖尖的下巴 全身布满灵纹 说白了 就是患有牛皮险类的皮肤病 高阳暴虐的性格 也不是做了皇帝以后才表现出来的 初次做出令人胆战心惊的暴行 是在她的哥哥高成被厨子杀死后 高阳用刀 把凶手的肉一片片割下 这也是日后 凌迟酷刑的原始处处 之后到达人臣顶点的高阳 逼迫东魏孝敬帝 善位给自己 改国号为齐 高阳也就是齐文宣帝 最开始 高阳还历经图治 体贴民情 但过了没多久 高阳就开始松懈下来 殉酒 暴虐 甚至泯灭人性 寿性大发 每次喝的大醉后 就开始耍酒疯 脱光衣服披头散发的 大喊大叫 甚至光着身子 跑到宫外的大街上狂奔 有时候高阳也会身穿女人的土兜 脸上涂纸抹粉 在皇宫内院游来荡去 宫女太监们都吓得四处躲脏 没人敢管 官员和冰妃们的日子 也是胆战心惊的 因为随时都有被高阳杀死的危险 高阳有个特别受宠的妃子 薛氏 有一天 两人正轻轻热热的饮酒谈笑 突然高阳想起薛氏以前与别人相好过 于是立即暴怒地将他的头砍下 俗话说 多行不义必自禀 高阳做下太多坏事 冤杀太多的人 终于有了报应 到了高阳晚年时期 他每天披头散发地对着空气叫嚷 还说自己看到被杀的那些人的鬼魂 就这样 他日夜担惊受怕 吃不下饭 睡不着觉 没多久 高阳便突然暴毙 然而说是晚年 高阳死时也年仅33岁 然而高阳如此淫乱残暴 也只能被称为后浪 他的哥哥高成 就曾与他父亲的小妾私通 也就是所谓的乱伦 后来 习父去世 高成接班 这种癖好依然没有改观 还是经常调戏他弟弟高阳的老婆 北齐不到百年的历史中 皇室真就曾出现过强奸 换妻 通奸 乱伦 等各种现代化低俗 不堪入目的片段 可谓古代最淫乱的皇室家族 翻开诗书 在信誓上或者暴政方面 有怪癖的皇帝实在太多了 虽然其行为多为后人所耻笑 但也因为他们的变态 让封建帝王的后宫里 诞生了丰富的营宴故事 与民间的青楼文化一样 后宫文化也是中国性文化的极为重要的一部分 看霸实书 眼眷长丝 目前社会上流行的 换妻论 消费男色 同性派体 一夜性爱 等令人不耻的性爱方式 其实都曾受到了变态帝王移工的感染 那些所谓的后宫文化 其实也早已融入到 当代很多人的信息是你